如果只靠一群高中生,又可能完成一台自动驾驶车吗? 来回四次 再加上中午必须绕去学生餐厅买午餐 一来一往,一天内总共需要行走三千公尺的路程 总共花费将近半小时的时间在校内的交通上 这么庞大的距离对于仅有十分钟下课的我们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我们总是在上课后的五到十分钟后才进入教室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上课时长 如果这时有一台自动驾驶接驳车在学校内接送学生至上课地点 是否就能提升上课品质呢?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们好久 所以很快就找到了几位有远大梦想的组员并开始时间计划 时间过程从可行性概念验证,募资,采购材料 训练自己的校内道路模型 到研发一些奇奇怪怪的演算法 并成功运行 前前后后花了三个月半 本来以为涂装会被很多人唱碎 但实际情况是 老师、同学、甚至校外的阿伯、阿嬷 看到正在路上测试的我们都给予极大的鼓励 并祝福我们能成功 但是不管途中经历了多少次小舍货 改了多少次架构 刷了多少只臭虫 我们终于可以自信地说 我们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作词 這是我們的動力部分 那我們買了一顆1000W的馬達 然後呢 我們將這個鏈條 裝在原本節力車的這個指輪上面 然後來當作我們這個車的動力 那我們是通過兩顆48V的離電池 然後來進行這個馬達供電 好 這是我們的車電系統 那它主要是有一個Mega2560來做控制 那下面有一個8路的積電器 它主要是來可以控制我們的車燈的開關 或者是一些馬達的緊急段路 好 那這是我們的控制桿 那如果當我們想要啟動自動駕駛的時候 只要波動兩下 那我們就可以啟動我們的自動駕駛囉 這是我們的煞車系統 它是透過個30公斤的馬達 來拉動車輪的骨砂 來讓我們的自動駕駛系統 可以做一些緊急擦車的動作 好 那由於我們的自駕車目前呢 還是輔助駕駛 所以在必要的時候或一些危險的時候 我們還是需要進行人為的介入 那我們後面呢有這個電容的感測 那當我們手放在這個方向反上的時候 它就會去偵測到我們有人為的介入動作 會立即停止所有的自動駕駛 然後讓我們可以手中操控到安全的地方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自動駕駛最重要的部分了 那就是這個用於道路辨識的鏡頭 那它可以幫助我們來看到這個道路的樣子 看到這裡你們可能會想說 這台車實際在學校運行接送學生了嗎 答案是 還沒 雖然我們當初目標確實是要運送學生 但以現在的程度我們認為還不是絕對安全的程度 但起碼我們跨出解決問題的一小步了 相信我們這一小步是解決校內通勤的一大步 三個月內我們讓車從不會動到Level 2自動駕駛 那再給我們一個三個月 搞不好就達成Level 3了 所以這也符合我們團隊的理念 無限進步 Always Try In papa 李了 我先你堅持 嗯 安 謝謝 你